大家都会看不起女生做生意 那个男人突然间撒出来一句话 你有老板拿来的老板娘 所以需要有老板才有老板娘吗 大家会觉得女人只是帮男人在背后做东西 男人可以把生意做大 但是女人可以把生意做大 我是在网络上工作 我不是在网络上生活 我只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 那你看不到的是可能我选择不让你看到的 对Lafri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我们 不管你用再厉害的代言人都好 你的品牌没有Quality 你是走不远的 产品本身的Quality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必要去要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 怎么舒服怎么做自己影响力 不在于你借多少月配跟多少人喜欢你 而是在于你的影片到底出去能不能帮助人 我不觉得同事不能变假的 只要你开口我都会给你 梦想需要一双翅膀 那它是我的梦想 我再给予这双翅膀 不管是时代怎么的坚进或者是进步 关于女性创业这件事情 还是面对着很多的标签 甚至是背负着很多人的期望 特别是如果本身又是自带名气 又是网络名人 无时无刻每讲一句话每一个行为 都需要被观众无限的放大的话 可想而知那个压力到底会有多大 那么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 我相信各位应该都不会很陌生 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呢 不是网红也不是网络名人这些东西 我们是想要讨论一下网络名人背后的一些创业故事 Intera 你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Intera 很开心今天你来到我们这个City Plus 踏步设限的这个节目 分享一下就是到底女性创业的一些种种的心得 首先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你的了解 都是YouTuber嘛 对对对 可是近几年来呢 因为你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企业家这个身份 但是呢 你给人家的这个感觉哦 就是网红 好像是一个很根深蒂固 绕印在人家的心目中 其实你自己本身啊 怎样看待网红这个字呢 对你来说它是一个助力呢 还是一个阻力呢 我觉得都有耶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现实的话 在于跟人接触啊相处的话 当然你一定会有一定的优势嘛 你不需要再给你的名片 你就是名片 对你就是名片 这个在于生意上或者是一些事情上 它一定有帮助的 但是它的币可能就是 拍YouTube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代表 我们在贩卖着我们的私生活 对 我们拍出去的 大家看到的其实都是我们的私生活 但是给我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有利一定有币 对 你想要某样东西 必须付出某样东西 人生就是这样子 对 一定有价也有减 看一下我们怎样去平衡 是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名人的访谈 嗯 他是一个艺人来的 然后他有说过他的事业呢 其实是靠出卖情绪 因为演员嘛 来换来的跟你有点类似 是是是 像你刚才讲的 你需要暴露你自己的一个私生活啊 对 甚至给观众来看这些东西 你是怎样平衡这一块呢 你会不会有时觉得 其实我不想做这件事情 你是怎样去平衡啊 呃 其实一开始 像刚刚你有提到 我们是做YouTube 其实真正我们一开始 是做Facebook开始的 嗯 我们是帮商家拍吃的影片 所以那时候我的工作 不只是在镜头前面 就是做主持人 我还包括就是镜头后面 大家看不到所有的夹菜 其实都是我在做 所以呃 那个时候大家其实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不会有任何就是 喜欢你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觉得你就是拍吃的啊 你就是在工作啊 你就是在介绍吃的啊 但是当我们转去YouTube的时候 才是真正让我觉得我们的影响力 是可以影响到人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个影响力就是 呃可能大家喜欢你啊 或者是你借很多业配啊 对 但是给我觉得影响力不在于 你借多少业配跟多少人喜欢你 嗯 而是在于你的影片到底出去 能不能帮助人 然后我第一次走在路上的时候 嗯 就是有一个妈妈 她其实也是IBF的嘛 她是看了我的IBF影片 然后她去做IBF 就她鼓起勇气去做IBF 哇 然后她走到来我前面 她握手的手是在抖的 就跟我说就是 谢谢你 因为你给了我勇气 所以我去尝试 我没有记错的话 她应该是结婚八年没有孩子 哦 然后她都不敢 因为她怕别人就讲 哦原来你是不会省啊 哦原来你有问题啊 那种种的因素 当她看到影片过后 她去做了 然后成功了 对 然后当她带着她的孩子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觉得 诶 我们的影响力是可以帮助人的 肯定啊 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希望是说 我从那些网络名人的身上引起 就是有一些有勇气的一些启发 是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啦 就是这几年来 网红这个字给人家就是有很多 富贫的一些 是是是是 感觉 其实你有没有想说 要拜托这个网红这个标签 我要重新打造一个新的人设 企业家的人设 其实我没有耶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草根 我们是从网络出来的 我们是 content creator 我们是从youtuber出来的 那我不觉得她 给我是一个秉译词 今天你要叫我网红 你要叫我youtuber content creator 其实我都ok 因为我没有拍写 我们拍出来的内容 只要是内容可以影响到人 我觉得她都是一个好的内容 绝对是 因为我本身也做大量的视频 我也真的能够生同感受 是是 但是我想说 现在网络世界社交媒体这一块 谁能载走亦能复走 她某一种程度上 她又可以协助我们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 是是 因为我们懂得用网络的那样 对 但是呢 又带来给我们很多的压力 是 舆论压力 你试想一想哦 如果是我们有10万个likes 哪怕有1%的dislike 那边都是1000个dislike 跟1000个bad comments 你怎样去handle这一块呢 就是如果问到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给的答案都会是一样的 我是在网络上工作 我不是在网络上生活 我的生活是现实生活 其实网络一直都是滑滑世界 我只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 那你看不到的是可能我选择不让你看到的 那其实你真正了解这个人吗 你真正认识这个人吗 其实并不是 我只是让你看到我想要你看的东西 所以就是要懂得怎样区分网络世界跟现实世界 对 我觉得现在人很需要这个 是authentic很重要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太吹捧把自己的生活变成很完美 然后才放在网络上 但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是你可以分享的 就像刚刚我有跟Jazz提到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穿睡觉裤 去这边去那边不化妆戴眼镜 我就这样出门的人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要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 我曾经有在我的影片有讲过就是 怎么舒服怎么做自己 真的 Be real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像 Ichira 学习一下 真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陷入这个超级内卷的世界 是是是是 这样最近我也知道你多了一个新身份嘛 就是创办了这个Lovely 然后我觉得也蛮成功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会突然之间有创业这个念头 因为大家知道创业是很难的嘛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选择就是为什么有用品 其实我们妈在大概2014年2015年的时候 她就是有了子宫颈癌 那那个时候她是属于就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经历了手术啊等等等等 我就看着她整个人从病房推出来是差蛮广的 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新航当空姐的时候 因为我们长期在高压颠倒的生活 就变成雪崩一个月到最后我需要入院 因为严重的细菌感 因为我们其实在飞行的时候 那时候有Hiraki的问题啦 所以可能你要上厕所都很难 我明白 对 所以医生只给我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你继续做啦 那会影响很多问题 第二就是你辞职 所以我在飞去日本找朋友的时候 朋友就有提到就是 其实为什么已经很先进了 为什么你们还在用Cotton OK 对就是为什么其实已经在很先进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 我以一个很实际的东西 国外的东西怎样都会比我们马来西亚 快一个五到十年 所以他们在流行的东西 他们在用的产品 其实已经是跟着科技在进步了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做到同样的东西 把好的东西带到来马来西亚 所以当时候我的切入点是以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女性 只把容貌当作最重要的东西 但你忘了其实你的健康才是永远都买不回来的东西 而我们女生的健康其实跟我们的子宫是最有关系的东西 听说子宫老化的话人也特别显老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也看到妈妈经历了 然后自己也经历了 也看到就是很多很年轻的人 患上子宫颈癌啊最小 我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 从小我就觉得 其实长大我一定要做很多帮助人的事情 这个是你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来的 你很想做一些东西去影响 我不需要我多出名 我不需要我多厉害 但是我希望我做的东西可以帮助人 welcome to job majestic we're offering free job posting simply sign up post your jobs and let our ai instantly do the talent matching pay only 488 ringgit when you receive relevant applicants start hiring with job majestic today 当然我自己本身也创业 我也知道创业呢最难的地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对创业难其实首页更难 你那时候刚刚创办ラフリ的时候 你一开始面对什么问题 能不能够分享一下 我们一开始ラフリ是以微商模式嘛 那那么幸运的我们踏到了就是微商的风口 但是在最后一班车的风口 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build好我们的影响力了嘛 我们才开始我们的企业 因为你有影响力 你可以间接性的所谓的一个捷径 大家更容易更快的知道你的品牌 那当然在于品牌上 不管你用再厉害的代言人都好 你的品牌没有quality 你是走不远的 所以我们当时候是用了一年多 把整个产品的结构 结构起来我们才推出市场 那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生意嘛 所以就会遇到就是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微商 我们要讲让人家用到我们的产品 到底微商人要怎样让你从你以前用的品牌 你要怎样知道它的好跟用 所以就没有办法你只能去加上买 那当时候我们是觉得就是 我们不要先觉得我们吃亏 我们应该先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的品牌先 所以我们当时候发的sampling是超级无敌多的 只要你要我们都会把线上线下发 然后大家是用了喜欢了才回购 这样子的话你的创业的成本不是很高吗 对对因为你要等着货 然后再加上就是你的sampling也是钱 对对然后你要等到代理来跟你拿 你们会有投资者吗 没有投资者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到目前我们的所有的品牌 Lafree、Crown跟Moss 都是我们自己的钱 哇哦对对对 除了面对资金上面的这个压力呢 还要想一下那个策划怎么去做 怎么让人去买 怎么让人消费 没错 我们假设说今天你有一个million的产品的货 你就需要一个million的marketing fee 它其实是相本的 因为今天你有货 你没有做marketing 你的货流你出不去 你自己就是marketing了啦 对对 这个是不是网红的这个助力 对没错 它有助我们的eB之力是很大的力量 那当然我们觉得就是做品牌 你的代言人或者是你的创办人 不管是不是网红都好 品牌本身产品本身的quality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很注重我们每一个产品的品质 今天即使你去到Watson 你买到我们的产品啊 因为我们肯定不能说一盒里面 或者是可能几百万盒里面 它不会有瑕疵品 它一定会有 就可能突然间一包里面是空的 那只要其实你联络到我们的page 我们都会原封的一盒新的送回给你 这是我们也会在做的事情 但是呢不管产品如何好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对 还是有人说 其实还是mama day而已啊 你会看了之后会不会很难受 还是怎么样呢 呃其实不会耶 到今天哦 任何人发给我的任何comment 关于我们的waisman产品 就是可能 Ainteria我觉得不够粘啊 Ainteria我觉得太粘啊 Ainteria我觉得太短了 Ainteria我觉得这样 我都会讲 哦好像谢谢你们的反馈 我们会继续努力 当然我也是觉得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我们的产品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100%的人喜欢 甚至是100%全码的人是适合用的 但是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顾客群 就是把服务到最好 所有的comment所有的feedback我都会看到 包括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桌上的 其实我们刚刚推出 我们最新的是盲文包装 我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刚才我拿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点点的那个 那为什么这个盲文包装会推出 其实是有个粉特质 他讲 Ainteria其实我们马来西亚 从来没有盲文包装的 为什么 大家都忽略了 市场人士他讲 在国外盲文包装已经是很普遍化 那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 他的信息里面有强调 我发给你是因为我觉得你会做 哇 所以当他发了这个信息 然后我收到过我的第一个信息 我是发给我的助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来我们马上去问我们的包装厂 安排所有东西 所以3月我收到他的信息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start了 非常好 我们7月就是start year的时候 就已经上在全马的wonsons里面 For市场人士的包装其实是已经买得到 对啊一个企业背后呢总是会有一堆的使命 是 是有一堆的使命感才是成为推动我们进步的一个力量 对对对 然后呢我也知道呢除了Lafree 我也知道你有过这个内衣的品牌crown 对对对 并且呢在24小时内破百万的这个业绩很可怕 非常牛非常厉害 还在努力中 我觉得大家都很想知道那个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在我们crown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Lafree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我们的顾客群是女性 所以crown在推出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顾客群知道我们的产品的quality在哪里 再加上就是在于crown推出的一年前 我们在筹备着内衣品牌的时候 像刚刚有跟你提到 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其实一直都可以帮助人 不管是大小 所以在crown推出的之前 其实也是有乳癌病患就是有textile 那个灵感就是从这样子来来 对因为他们也是有提到 其实他们在切除乳房过后 其实他们穿内衣是 如果那个内衣没有舒适度或者是柔软度 其实是会弄到他们很不舒服 所以当时候他是我们的卫生缘的顾客 然后他就有说到就是 我觉得Lafree的产品我很喜欢 那Intra有没有想过就是内衣品牌 也可以是你们的其中一个产品线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有讨论 其实OK啊 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探讨的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主要的顾客群是女性 所以我们希望衣食住行都可以把它包办好 在商业世界里包括我自己 常常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商业世界 然后我常常呢会收到很多人的留言 就是说心会比较emotional but business is business right 你还是要讲的是profit and loss 不能够只是光有一股使命感 光有一股passion but if the business 不能赚钱 也不是一个business 对吧 这特别是你在做的这一个product right 内衣也好 pads也好 我觉得市场应该都是蛮竞争的 蛮强大的竞争对吧 有很多的大品牌 你是怎样去脱颖而出呢 如果我说我们拿lafree来讲的话 其实我看起的对象是kotex 因为其实kotex是我们讲 从以前我们的妈妈到今天都跟你讲 诶你来月经啊 买lotte哦买kotex哦 对吗 大家都已经把它刻板印象刻进头脑了 我没有想要超越kotex 但是我是向他看起他打的市场 他的顾客群其实是所有的种族 所有的人全世界 那我觉得他有给出很好的marketing wise 他影响的人他在帮助的人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起的东西 品牌不一定说今天出来我就是要打款 没有 他可以是一个两性的竞争 不要把他们看作是竞争者 对 不要把他们看成敌人 好的地方我们就学习 但我也需要他看到我 所以我知道他们有绝对看到我们 我觉得是开心的事情 因为只要他看到你就代表你有一定的威胁性 这样我就顺便问你咯 既然谈到这个东西 对Lafi未来的展望 跟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没事 你可以大胆地说 好我们超越kotex 这个非常非常有挑战 这个是我的目标 人需要有目标你才会成长 我最近有听到一个 梦想需要一双翅膀 那它是我的梦想 我在给予着它翅膀 我要它往前继续冲 所以它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到我的女儿细细长大接手都好 我希望它可以跟kotex平起平坐 这样我就想问一下你 这样你现在目前这个Lafi 你的团队是有大概多大 我们团队其实很小 没事 我总是相信需要精兵就好 不一定要千群万马的 都要全部应该职位里面吧 因为我觉得很多听我们节目的 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家 他们都很想要知道 到底我们怎样留住员工 你知道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 这不是我说的 因为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家给我的这些 对年轻人的标签就是 哎呀受不了压力 总统的这些负面的东西 好那么讲到留住员工 因为很重要嘛这一块 你怎么去留住你身边的员工的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老板跟员工有一个gap 但是给我其实我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甚至是我自己的老公都会讲 很多事情你应该放手 很多事情你不应该去参与一起做 因为你是老板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想法过 我从来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一次做star hill 就是全程我都让他们每一个人去睡觉 唯独我一个人没有睡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希望他们看到我们是并肩作战 我不要他们看到是老板吩咐员工 所以任何事情我都会跟他们一起下手去做 曾经我们剪辑公司最多人的时候是13个员工 然后最后我们剪辑成两个 两个 然后因为他间中有太多太多的一些事情啊 pandemic等等 最后剩下最后两个他是其中一个 然后当时候呢我就问他 诶你ok吗要不要帮你 然后他讲诶这样你可以帮我剪一下影片吗 可以啊 所以我每天呢就是早上做完我的东西 然后我就讲诶Kavin片拿来咯 然后我就帮他剪 所以我的工作那时候就是帮他精简影片 他后织 当然很多时候 然后如果说要老板可能放低身份 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做得到 但是我不觉得同事不能变家人 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好到 只要你开口我都会给你 这个就是你留住人才 那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跟我讲 也不要将心比心 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真心对我 只要我真心对你 你会feel到的 嗯 因为我曾经也是有问过一些老板 他们都会说 It's better to set a boundary 你的下属最好是家属 所以你基本上是觉得老板跟下属 是可以做成朋友的 甚至是家人 是 你刚才说了 但是我还是很凶的 还是要平衡 对对对 他们不会越线 可能你一直聊的是一个榜样吧 你也亲手下手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不是一个老板 你是一个领导 那是有区别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的难的 刚才我们在外面有聊到 是 关于你的这个YouTuber的生涯 带回来这一边 刚才我的一个同事就说 啊总是觉得 Intira会跟Jeff挂钩的 嗯 好像连体音这样子 对对对对 每次都会有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创业的话 很多人都说 两公婆一起创业 一定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啊 你知道吗 上班又看到你 下班又看到你 你知道吗 这种24小时 而且你跟Jeff一路以来 就是从认识结婚 然后有了孩子 正在一起创业 这个历程 心路历程啊 你怎样看待的 我曾经跟过一个人分享 就是我最近的一个Podcast 跟一个女生 当我跟他要讲完过后 他跟我讲 诶你听到我发现你是一个 很正面的一个人 你正面到你觉得什么都是 就这样咯 嗯 他就是这样子的咯 这样我跟我的老公 有如我们在工作上面吵架 他会讲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他会跟我讲 就是我们是不可以一起做工的人 我们老公老婆是不适合一起做工的人 连躺在床上都在谈生意 我们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 他讲我们会一直吵架 可是我每次 就是我给他的答案是 我呀 我觉得OK啊 我觉得夫妻一起做工 你们有共同的话题 你们可以有共同的目标 很多时候虽然在一起 但是你们的视野 你们的目标 你们看的东西是接近的 所以你们整个人的整个生活 它会是在一个平行的频率上 很多夫妻其实吵架 或者是可能最后离婚 你看在pandemic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多离婚 因为24小时我面对你 你面对我 然后我跟我老婆没有离婚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 24小时都面对着对方 那他会不会有困难 一定会的 因为男生女生 其实在做生意上面 或者是做影片上面 Creativity 其实一定会有偏差 那会不会怕有时候 这些吵架会影响到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人 避免要跟老公老婆 一起创业的原因 我觉得影响关系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你讲都是吵架 而且我跟阿杰是火星撞火星 我们吵架是很可怕的 我们同事是看过 我们的吵架是TOMATO FUN 你认识吗?YouTuber 他有讲过 如果杰和英特拉的吵架 可以放上去YouTube 放订阅 付钱看的话 他跟我讲 相信你们 你们一定会很多人要看的 那你怎样把这个发整了 爆炸成这样 然后又修复呢? 我是那种 过了啊 OK 就这样 你是不会keep grudge 你会继续 我就觉得就是 如果他是工作上的争吵 那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争吵 那就好了 其实我们多数的争吵 只在工作上 如果你想家里的锁碎事 其实基本上 我们没有吵过东西 唯一吵的一件东西 就是丢垃圾吧 真的真的 因为我跟阿杰讲 你可以丢下垃圾嘛 家屋你又没有做了 东西又有做完 你可以帮我丢下垃圾 为什么丢垃圾? 吵架 你也在丢垃圾 对 如果你讲我们炒锁碎事 真正之前啊 很多是因为丢垃圾 那如果你讲工作上的话 很多东西都可以炒 这个就是一个难点 就是我们怎样 不被我们在公司上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带回家 甚至可以很懂得分开 公司是公司 家里事是家里事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难做到的 对 但是也很神奇的 我是一个公司公办的人 公归公 私归私 以前我们会一直吵 因为我们的office 跟我们的家 只在楼上楼下 所以我们 当时候的我们两个人 没有放工 我们好像24小时都在工作 所以那一个五年的期间 其实我们几乎都在吵架 但是没有影响感情 这个有一点劳顿 几乎都在吵架 但是又没有影响感情 对 所以很神奇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有在公司分明 因为我们只在吵工作 我们并没有在吵 你不爱我 我不爱你 那你是不是会发现说 每一次的吵架 反而会让对方 彼此更加了解对方 对 我们会更清楚 就是可能今天我们可能吵的东西是 我觉得这一个内容 比较有趣 那我觉得这个内容 这个方向比较好 那我们就达成一个公司 也许是我们两个内容都排 然后我们看这两个内容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如果两个的反响是一样的 那这两个跑道我们都能做 那如果可能你给出来的idea的影片内容反应比较好 那我就可以弃掉我的这个 我们就可以follow你的那个 对啊就很好啊 Fair chance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以前在讨论内容上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阿杰是负责内容的想法 我是对client 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分工 对 分工要很明细 所以才不会争吵那么多 对没错 然后再来我们的四间公司 像我们的拍摄公司的内容想法 就是阿杰会去准备这个东西 然后我来对client就是业配啊工作上面 然后lavery跟crown我来handle 然后mos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partner在handle 然后marketing wise 就是只要是影片creativity上面的东西 都是阿杰来handle 那你在创办这四个pillar的时候 刚才你说的 最大最大的挑战到现在为止 你都是很记得的哈 最难忘的一个是哪一个 大家都会看不起女生做生意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其实我在很多场合上 我曾经听过一个最直接的 当那时候阿杰在介绍就是 阿杰是lavery的创办人 阿杰就很直接的 老板娘 然后突然间那个男人 突然间杀出来一句话 到今天我都记得 没有老板拿来的老板娘 Oh wow 所以需要有老板才有老板娘吗 所以你不能把我们看成老板 所以你比较喜欢人家称呼你老板还是老板娘 我喜欢人家称呼我asintira就好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男生们 他们都会对女性应该是创不了业的 应该很难成功的 比起男性 其实这个是从以前 以前的年代就已经带到现今的年代 所以现今年代 其实你跟很多男生说 男女平等的时候 他们就跟你讲 男女哪来的平等 今天我可以拖椅走在路上 你可以吗 但是我收购的男女平等 从来都不在于这些点 而是在于呢 我们有共同的知识 我们可以共同的受教育 现今社会这么发达 网络发达 我们所有的信息是共同的 所以它已经没有在于一个社会上 只有男生会做生意 女生不会 女生要在家煮饭照顾孩子 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现今社会 其实你看到很多女性 其实加在起来 是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一个 平等的内容分享的一个年代 假设说今天你是男人 你有的内容 我也一样有 另外一点就是 女性在做生意上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有的优势 第一点是我们比男生来的细心 为什么 当你做了妈妈过后 这个其实是在于 可能很多女生会觉得 不会啊 我不觉得我有细心 我不觉得我比男生细心 我打个比方 今天当你怀孕做了妈妈 是不是很顺其自然的 你已经知道怎么做妈妈了 你知道爸爸哭 你要去疼他们 女性都可以multi-task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是你与生俱来的一个细心 它是在你的DNA里面的 而这一个细心是在男生里面是没有的 这个是你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件事情 Ajab有观察到 因为我们的伙伴 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男生 我的老公认识我们的伙伴 20多年了 到今天 就是他跟我已经在一起8年了 他觉得Edward已经是一个很很很细心的人了 直到我看到我的老婆 我才觉得真正的细心是什么 你目前为止哈 你创业这个Lafi都好几年了嘛 对对对 刚才讲到啦 娱乐跟这样子的一个负评 就是当你的老公 介绍你是一个Founder的时候 那么你是怎样去面对 接下来每个人给你的不同的标签呢 特别是哈 因为每个人对Intira你的感觉就是 你是一个网红YouTuber 然后突然间你介绍自己 嘿我是一个Founder 这个人这样子 人家就觉得 搞搞真的啊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做Content Creator 其实已经今年是第八年了 其实就像刚刚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贩卖我们的私生活 那其实在于我们的私生活上 其实你已经看到就是我们 甚至是我 involved 在我们的生意上 其实是很长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很祸生是 想到Lafi 想到Intira 想到Intira 想到Lafi 它其实已经是connect在一起了的 但是如果你说不认识我们品牌的 一些企业的老板 很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于现金社会 还是很正常 就是来到就是 你好老板 谁都好啦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 会先去握男生的手 才握女生的手 大家会先address 男生才到女生 他不会先想到就是 如果他是Founder 怎么样的情况下的话 他们都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遍 我没有针对任何人 但我觉得他是现金社会 一直都存在的一个点 就是大家会觉得 女人只是在帮男人在背后做东西 而真正在做生意的是男人 但其实真正很多事情上面是 女人在处理 我相信一件事情 男人可以把生意做大 但是女人的确可以把生意做得细 那是因为男人的格局 一般上比我们女人来的更大 但是这个格局是 女人可以学习的东西 因为格局是 只要你把你的视野 扩大 多看 多学 多读 多听 其实格局是可以被打开的 只要你打开了 你在做生意上面呢 是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第一 市场上 我们打个比方 7-80%的消费能力群 其实是在于女性 那我们女性在创业上的时候呢 你有一个东西就是情感 对 所以你可以很直接的联想到 今天如果我站在女生的立场下 为什么卫生员我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电器我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内衣我要这样子做 那其实全部东西都跟我们的情感 是挂钩的 我今天可以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 去思考 为什么你会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 那再来就是 我今天也已经是一个妈妈了 对 所以我可以更清楚的 我曾经是一个女孩 我曾经是一个女生 我今天是一个妈妈 所以我已经可以换位思考 去想到 妈妈吗 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那今天我也是一个女性的 我不要讲自己是大企业家 但我也是一个 绝对是有影响力 在努力着的一个生意 女性 那我也可以同样站在女性的角度去 跟女性说就是 你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很多人会觉得就是 女人不会做生意的 但其实 把视野放大 女人是真的会做生意的 我发现很多人在说 女人不会做生意的 归根究底这个原因是因为 女性给人感觉就是太过感性 不像男性那样 什么情绪都可以收在里面 但是我刚才听你种种的分享 有时候这个东西 到底它是Pro 它是Con 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似乎我们怎样去运用 对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 以前有人跟我说 女性很Emotional 但我就跟她说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with that 那有时候 如果我们懂得 用这个Emotion 把它变成是一个优势的话 它分分钟就是我们的一个强势 你认同吗 我非常认同 你自己在创业的这个道路里面 如果能够讲一些话 给一些正在创业的女性 你会跟她们说什么 要有一个思维就是 Growth Mindset 跟Stuck Mindset Growth Mindset 的意思就是 今天你的思维要打开 不要觉得你做不到 什么事情你都做得到 只要想方法 不要把自己处在于Stuck Mindset 我做不到的 我是女人 我没有办法 我都是被人家看底的 所以女生在做生意上面 一直提醒自己 你要有Growth Mindset 而不是Stuck Mindset 不要觉得 打个比方 我今天去interview工作 为什么她拿到我拿不到 肯定是我很差 肯定是我做不到 哎呀算了啦 我一定拿不到这个position了 不用去想这样多了 算了啦 我去interview一个normal的 不要千万不要 其实这个不管是在于 女性还是男性 我觉得都不要有这个想法 我曾经有这个想法 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曾经是新航空姐嘛 那当时候我是JB去新加坡interview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去新航interview的话呢 Mister 其实呢比较难拿到是因为新加坡 他一定先注重新加坡人 再加上我从JB去跟新加坡人对打 其实是一个自投罗网 所以我去到的第一天 全部新加坡人 没有任何的贬义 对对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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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分享当时候 我遇到的interview的问题 我的前面一整排就转过来 他们就开始在聊天 然后就问你从哪里 我讲我从JB 哦 马来西亚啊 你已经可以回来啦 你不会得到工作 Oh my god 然后我坐在那边 我当时的是 蛤 然后你的我做什么吗 这样应该是咯 我拿杯 我走 我拿杯 我直接走 然后我回家 回到家我就call我的好朋友 然后他就问我 你们是去interview没有 我讲你懂吗 我在那边 然后他们跟我讲 没线人挡不到的 你回啦 然后我就讲 这样我是不是很差 蛤 这样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做到 然后我的朋友看着我当下是 呃 你连试都还没试欸 对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就是 呃 What the 然后我就 嗯 我连试都还没有试 走什么 然后他就问我 还有吗 还有interview吗 就等我几个月 哎呦 你去try多一次 ok 然后第二次呢我就真的去了 去的时候呢 ok我这样子走 我是二号 当时候呢有千多个人 在interview完 你是新加坡人还是新加坡人 然后呢他就问了我 呃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讲 我是从绝币来的 然后全程里怎么发生 我是吧 他们两个人这样讲话 然后全程我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跟我急讲 不要急 我可以的 我就一直跟我讲 可以的可以的 所以positive mindset很重要 在新加坡人有六关 第一关他就叫我们自我介绍 嗯 大家站起来就讲 oh I'm a hardworking person I ca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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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当时候站起来 我就讲oh I can speak five language 好英文马来文 虽然印度话跟广东话是半桶水 但是我还是把他讲出来 然后我就thank you 然后我就坐下来 ok 然后我就认为了 you want 然后到最后我们去签contract的时候 那个黑莎就跟我讲 诶你知道你是一千个被选中的空姐空少里面 唯一两个的JB人吗 哇 然后当下我就哇 因为我也是很厉害吗 绝对是 所以可以看到the power of many fashion 对 真的有那个相信的力量 我相信 所以这个mindset也是很重要 就是要跟自己讲你是做的 不要把自己放在stuck的那个地方 放去growth的地方 太谢谢你这句话了 我觉得现在这样子有能量的话呢 在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是非常需要的一番启示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啦 谢谢 来上了我们的这个节目 他不设限 希望我们这个节目 让你们看到intira的另外一面 也可以让你看到网红 或者是网路名人 在背后创业的一些智慧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每一次收听都有收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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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